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录了一个新闻稿 他有讲了这个受押的理由是包括这个柯文哲他是被告嘛 他这个明明知道超过560的容积率 讲的是金华城嘛 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对照 这个是违法还是贯彻意志 所以涉嫌徒利罪嫌重大 这是第一点这个理由 第二点 为什么要收押他 因为他符合徒利的要件 可是有些事实 还是要等检察官来具体把证据通通收拢 可是可能有徒利也有收惠 我们还要等检察官再把证据都给收集齐全 虽然柯文哲有坦诚部分事实 可是避重就轻 怕把他放出去会有灭证勾串的嫌疑 所以把他压起来 第三点是什么呢 他说他的贪污犯刑造成审刑金获利200多亿 要偏向公共利益维护 无法以交保责付或者是限制住居等替代 有积压必要并且境界 那有网友就问了说 这个法官好厉害 他怎么算呢 算了知道图利是200多亿 难道你是看绿营节目来办案的吗 这个网友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是因为我们看到 连日来友台的政论节目已经超前办案了 比检方还要厉害 其实帮他算了 算了说你图利给微经小省200多亿 到底是怎么算 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这个容积率从560%提升到840% 如果这样算的话 大概多了13000坪 这个楼地板面积 如果一坪他们是算200万 算200万的话 图利的金额就超过200亿 可是 其中这个容积率转移30%是微经小省 他们自己出钱买的 好像也不应该这样算 他应该只到672了 对 所以法官的算法也是怪怪的 这法官的裁定书 看到的是北院 北院公布的裁定书 当然只是一个部分内容 具体的各种细项是没有公布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各个媒体神通广大的 释放出各种细节 包括您看到 不明资金抓到了流入妻儿的账户 陈佩琪还有他的儿子 柯文哲的儿子的账户里头抓到了 还有另外讲说 在被搜索前一个小时 大家记得吗 时间到回到上个礼拜五 那个时候柯文哲拒开门一小时 所以说他有删掉一些讯息灭阵 所以好多媒体有好多好多的揣测跟故事 另外北院今天早上又发布了一次新闻稿 因为太多媒体跑去跟北院要说 可以不可以给我裁定书啊 我们想要知道积压柯文哲的真正理由 于是北院就发新闻说 你们都来要 可是我们基于侦查不公开 法官裁定之后 提供可供媒体报导的理由 由发言人士再行增删之后提供给媒体报导 其实他公布的就是前面这三项 大概是这个大概是这三项 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 这个不明资金金流 这个是哪里流出来的我也不知道 那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 也有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一次两位法官都是北院的 一个无保请回 一个收押境界 其实事项都一样 北检就是根据第一次检察官 这个提供的证据来审 怎么搞的 这个意见啊 南语人北侧 法官见解大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看到包括各界都有不同的一些 回应跟看法 像是林卓水 他就讲说 短短四天之内 北院在不采新证据的原则之下 从认定柯文哲不足以证明柯文哲 对违法决议之情 或有所指示 检方未能充分解释 柯文哲的犯罪嫌疑重大到昨天的法官 吕法官说柯文哲明知违法 执意为之 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矛盾啊 所以你要民众都对司法有信心 恐怕不容易啊 现在是一个分裂的台湾 法官也分裂 民众也分裂 全部都分裂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柯文哲 是不是知道自己会被逮呢 知道自己会被压呢 昨天他已经预录影片了耶 来看看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状况 不好意思 让大家担心了 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 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 请大家认真过每天 快乐过每天 心存善恋 尽力而为 让我们继续努力 好 要大家好好生活 好好吃饭 要继续努力 那要团结喊话小草 我在猜可能他希望小草不要太激动 因为其实前两天有憾事发生 有小草亲生 所以他可能希望大家 心情保持平静 继续努力过每一天 而且要快乐的过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 所谓双方大斗法 北俭跟柯文哲这边的斗法 我们看到9月3号傍晚 其实北俭就向高院提出了抗告 可是隔天的下午 高院才裁定发回耕裁 一直到隔天 因为已经是五点半了 这边下班了 所以就说隔天 隔天才开积押亭 然后9月5号 就是当天的下午开积押亭之后 当天的这个傍晚 就是昨天傍晚 柯文哲就被当庭积押境界了 于是有人就说 你9月3号这个抗告 9月5号才开积押亭 是不是中间有猫腻 有没有可能 因为轮值法官 大家都知道是谁 每一天都有拍 是不是要这个 吕正业法官on duty的时候 就让他来审呢 有这种阴谋在那里面吗 当然有人有这样的阴谋论 所以这个吕正业法官 他的过去的背景 也被大家给找出来了 过去在2019年 施明德主席 曾经就指控过他 说他在法庭上面 直接呛说 我是绿色法官 所以媒体 还有包括施明德 都请北院 把这个当时的录音档公布 法庭的录音档公布 受外界公平 可是北院表示 与法不符 所以拒绝提供录音档 施明德说 我是当事人请你公布 他们也不公布 所以这个 是不是柯文哲 因为知道是屡法官来主审的 所以他就先录了这一个 这个录音呢 就是这个影音呢 要小草这个 好好的团结在一起 快乐的过每一天呢 不过 现在还有一个未完待续的尾巴 因为今天 最新的发展是 台北市政府说 精华城案 符合都市计划法的程序 意思是说没违法 可是法官说违法 是不是留了一个伏笔 是不是有可能再翻案 不晓得 来 请教亮哥 这个案子 我们且不去说 柯文哲有没有罪 可是就是整个程序 大概有两大方面的质疑 第一个就是林卓水讲的 你同样一个台北地院 前后两个法官 做出完全不同的裁定 一个是说 不足以 不足以证明 柯文哲对违法决议之情 那另外一个是认定 明知违法 直役为之 刚好相反 矛盾 那一个说无保请回 一个说积压 那司法院不用出来讲个话吗 你一个地院 可以有两个法官 那你的裁量空间真大 那是不是我们以后到 那个地院 法官要裁事的时候 我们都要 拔杯 拔到一个好杯 拔到一个对我有利的法官 你这个国家司法的 容许法官的裁量真大 完全相反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 我觉得是更多民众在质疑 你如何选择案件来办 就是我们讲的司法双标的问题 比如说李秉颖 他就直接讲土地厂商天经地义 他要讲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当初通过EUA 有多少人之一 他透过了特殊的考虑 所以政府让他过关 后来定价一支疫苗888 也很多人认为定价是什么标准 为什么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是明显的 涂利案 你为什么不办 那民众党最恨的是 超私的巴西鸡蛋 你为什么可以绕过政府采购 用紧急采购 没有经过招标 就是他去买 让他专差价 那农业部有没有涂利 我们前面那个涂利是指卫福部 那这个是农业部有没有涂利 我们今天看到陈其迈 出来做修正 说高雄国兵作为一个围楼的鉴定 要重新评估 那为什么高雄国兵 1142%的这个容积率的认定 没有准人主动去查呢 所以陈其迈算反应很快 赶快修正 他知道有争议 不过他运气好 因为还没有定案 现在还在做还评 可是容积率已经定了 是 那陈其迈他反应很快 他就知道 这个不行不行 所以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案子是不是属于图立案件 请问 请问那个检调单位 是凭什么选案子的 为什么是金华城 那你就告诉我一个 知道我们要有标准 是不是暴力 如果你告诉我是暴力 所以我注意了 或者金额大小 我注意了 那你连这个赚了多少钱 你都算错 200亿 他说200亿 所以你这个法官 你对案子还不熟 事实上他的容积奖励 是到672 672到840 那是自购容积率 对 他容积奖励 其实是20% 是吗 只到600多少 20%是700 我跟你讲 我刚刚讲了这两个问题 钱子 就是台北地院法官可以有 完全相反的财势 还有你对 你什么案子叫图立 你的选案的标准 这个必须要由司法院来回答 因为法官不可能个别回答你 是 司法院要定标准 请问是多少金额以上的图立罪 你要办 那高端是不是 超市是不是 我们要问你 不然人家就会觉得你选择性办案 所以为什么民众党的人会弃成那样 他就觉得你就是专门选 别人的案子 那我们都在质疑的案子 你为什么都不办呢 我就认为高端疫苗 跟超市鸡蛋 都是明显图立 要去办卫福部跟农业部 为什么没有人要办 你告诉我一个标准 是 来 请教辉文兄 这个裁定都出来 柯文哲都说他境界了 观众朋友你要注意 刚刚批评法官的是签子 不是我 所以北渊就知道 我对这个法官这样的尊敬 你去批评法官有意义 是他说的算还你说的算 是他决定 不然你叫柯文哲从 北索逃狱出来 你就不服他的这些裁定什么 你讲那个没有用 司法本来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大家 这种大惊小怪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 就是说谁在帮柯文哲喊冤 谁在帮赖清德加油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不应该用这种 这种角度去看 这个很不好 这个是北渊的新闻稿 我们只谈 我个人 我只谈新闻稿跟裁定书 其他那种狗仔队写的 我是不看的 你看他在伸压柯文哲的时候 他是用收贿跟土力两个罪 第四条跟第六条 他自己写的 那北渊你为什么要这么无聊 因为你以前不会告诉我说 你要用哪一条生意 那你自己写的 写了之后 这个是高院的裁定 其实高院一个裁定 北院有两个裁定 他总共有三个裁定 然后你说柯文哲收费 他们都不裁 台北地研署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不是告诉我说 你要用收费跟土力 来生压柯文哲吗 我非常的欢迎 可是你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在高院跟北院 总共三个裁定里面 法官都说没有 那你在办什么叉叉呢 我觉得这个报纸也很好玩 像联合网这种 因为他们不能得罪北检 叫做战不论告收费罪 什么叫做战不论告 你之前才跟我说 你8月31才跟我讲说 柯文哲有贪污制的条 第四条的收费罪 什么叫做你 你论告失败 不是你战不论告 你看这中国时报也是分析说 控科批收费 检察官没有一枪毙密的 证据 你不是天下第一署 你不是天下第一组 你不是弄了55张搜索票吗 你给我办办办办 我没有一枪毙密的证据 那你当初你就不应该 告诉大家说 你要用收费罪去生压柯批 你是不会犯案吗 然后你的这个 在这三份裁定里面 包括中央裁定面 法官都不支持你 柯文哲被收押是为什么 他是因为是徒例被收押 他认定的犯罪嫌疑重大 他用的是第六条不是第四条 为什么你一个 这个敲锣打鼓的侦办 全国瞩目的案件 你办的是柯文哲 他是在野党的党主席 选过总统的 然后你办案这么的草率 连法官都不支持你 然后讲说我战不论告 你是论告失败 而不是战不论告 所以柯文哲被收到是什么 是徒例罪而不是收贿 你不是说他收贿吗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去看 柯文哲这个金华城是2021 郑文燦的那个什么 华雅科那个什么市地 重犯那是2017 一个是几年前 一个是七年前 一个是四年前的 三年前的事情 那我请问大家 刚刚亮哥讲的我也同意 那当初案子拦下来的 都是蔡英文 那赖清德你去办蔡英文 你怎么可以告诉我说 你都不办呢 我觉得这联合报这也很好玩 他说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 去合力对抗国家机器 刚才被告过 你怎么可能去对抗国家机器呢 他没有要办 刚刚亮哥讲的那个什么 什么高端 疫苗 根本不用办 所以我必须讲 帮赖清德股长的人 以为赖清德在做司法改革的人 你看得实在很肤浅 那前子我非常的乐意 来跟大家道歉 你办蔡英文 你办高端 我来道歉 原来赖清德真的是铁面无私 连蔡英文他都敢办 我也道歉 两哥又加码 你顺便一下 今天顺便一下 签子你也道歉好了 我公正 我们都对不就是我们误判了 好 原来赖清德是真的要硬起来干 那我帮你去弄 那你如果是针对性的去办这个什么 什么郑文燦跟柯P这种的 我是觉得这样大家都看在眼里 好 辉文兄刚刚谴责北俭 我没有骂北俭 我都很尊敬北俭的 那你骂北悦 我骂北悦 你骂北俭 我没有骂北俭 亮哥是两个都骂 好 来 请就好 没有 我是请他给我一个标准 你还骂司法院 你更惨 可是我是北俭的受害人 所以我光明正大骂北俭 这比较没有问题 那当然现在审庆经跟金华城 我觉得是有问题 毕竟从对话记录 或者是相关金流来看 可是第二个就是 那到底是不是柯文哲指使 或者有没有到柯文哲收贿 拿的相关金流 到目前55路的搜索 跟柯文哲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这里也不是要帮柯文哲讲清白 就万一哪一天发现在柯文哲 在海外真的有什么资金跟账户 或房产的话 那现在整个民众党都会变猪头 所以关键是说 在这一次的办案过程当中 大家对于司法整体的公正性 是饱受质疑的 以及这一次司法检调 跟媒体跟政党之间的合作 过于粗糙以及腐杂的痕迹 实在太深 第一个当然就前面所说的 同一份的卷证 为什么法官从图利的标的 到柯文哲的嫌疑的判断 会有天差地别的认知 那难怪人家会说 司法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而第二个就在整个过程 跟特定媒体配合实在太难看 就比如昨天所公告的裁定书 现在网路上所找到的 就是那一页大约三点的裁定书 因为什么什么理由 这个柯文哲积押 结果媒体竟然还能够有 更详细版的裁定书 就告诉你 因为他这个什么三手机 他锯不开门 看起来应该也是真的 媒体应该也不会胡乱编造 那请问为什么这份裁定书 是只有媒体才有 然后昨天不公告 然后我们去询问 询问说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 结果我们的北院回答说 这个侦查不公开 所以会某种状况之下再公告 这不是自打嘴巴吗 就为什么过去的这半个多月以来 只有特定媒体放一些消息 而且有些消息之后 事后还证明是假的消息 就比如什么千万的金流 七百万 然后或者是什么畏罪潜逃 结果发现后来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要么金额不对 要么事实也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讲 北院好棒 北京好棒 那万一他哪天翻手过来之后 就来办蒋万安跟卢秀燕 到时候如何自圆其说 不要以为清白就没事 因为现在我们对司法的不信任就是 不管你是不是清白 民进党执政下 你可能都有事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